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常生生微妙法配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我上升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大圆满前行》 《大圆满前行》里面的业因果当中 讲十不善业的果 十不善业的果分四个方面 第一是异熟果 第二是等流果 第三是增上果 第四是食用果 就是分四个方面 十不善业当中的每一种不善业 其实都会有具足 就是上面所讲的这四种果报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的 异熟果和等流果 还有增上果和食用果 下面我们把每一个果 就详细地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其实这样的因果 因果的道理非常重要 现在世间人很多人对因果一窍不动 这样做任何事情就违背了因果的规律 最终自己精神当中也是极其苦恼 甚至来世在无量劫当中感受苦报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学佛的人来讲 在所有的窍诀当中对相信因果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道理 应该有身心不愈的见解 这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我看见很多人 从小都是没有灌输因果的教育 这样长大之后也有许多人对三世因果产生怀疑 甚至产生颠倒之间 还有更有甚至诽谤 识毁的 当然这种识毁实际上 只是自己的一种错误的见解 错误的一种信息传播而已 真正能驳斥或者说能蝙蝠 因果道理的人自古以来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人发现过 一个人无论是从事科学教育者 还是我们修行人 有些人虽然自己不相信 但是不相信这仅仅是自己的一种怀疑而已 自己不能了知因果的道理而已 一次颠倒之间不能得出经论 所以说我们在座的人因为受环境的影像 受从小的一些教育的影像 有些人对因果一直产生一种半信半疑 甚至有些最关键的时候 对三世因果还不那么相信 还不那么确定 那种人最可怕的 如果你对三世因果不相信的话 那所有的修行可能一次而废掉 一次而要者 所以要相信因果的话 作为利根者最好是用自己的智慧 用自己最高的一种观察力 最精细的一种观察力来进行分析 进行分析以后 最终你找不到任何因果方面的错误 只是最后发现自己的智慧没有跟上真理而已 所以说我们前面所讲到的 十不善业的因方面的道理 对目前来讲是这个社会很重要的 今天所讲到的 十不善业造了以后会产生这样的果 这种果是必定会出现的 可是我们极个别的愚痴者 极个别的持有邪见者不相信 不相信非常可怜 所以我们下面给各位 也作简单的介绍这四种果 这四种果其实有些是 世间方面的繁体不同 有些是每一个果 它成熟的结果方面不相同而已 那么下面第一个是讲的异熟果 异熟果无论是十不善业当中的任何一种 前面讲的杀生 偷盗 邪淫 妄语 妄语等任何一种 如果以嗔恨心所导致 就会堕入地狱当中 如果以贪心的趋势而造成的话 那么它会 屠生于恶鬼界当中 如果以痴心的状态当中进行的话 那么就会转为旁生 万一堕落我们上面讲的 善恶趣当中 那就必定会感受 各自无量无边的痛苦 所以以贪嗔者 能转生分别的三恶趣 这是在龙猛菩萨的 《中观宝马论》里面也讲过 说是有贪转恶鬼 以臣因地狱 吃多城旁生 相反得人天 所以以贪嗔痴 不同能转生到三恶趣 如果相反 我们无嗔 无痴 这样行持善法 会转生到人界 或者天界 我记得在《本世纪》里面也说了 具有贪嗔痴的话 不会见明慧的 定不能解脱生老死病等 具有贪嗔痴的话 他不能见明慧的 具有贪嗔痴的话 他不能获得生老死病当中解脱的 反过来说 这个佛经里面也讲了 愿离贪嗔痴 有之见明慧 决定得解脱生老死病等 这个教证也是反过来说 愿离贪嗔痴 愿离贪嗔痴的话 那么一定能见到明慧 见到明慧的话 决定会得到解脱 生老死病一切愿离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知道的是 贪嗔痴严重的话 分别转生为他的异熟过三恶道当中 这个一定要相信 比如说我今天以嗔恨心特别严重 而且时间也很长 心态极其出众 这种异熟过 其实异熟过它不同的因 最后所成熟的一种果报 叫做异熟过 我们汉地的《宗经录》里面 也专门讲了异熟过 其实异熟成熟一种果 比如说不同种子的苦因 能产生一种苦果 不同种子的甜蜜因 能产生一种甜味的果 这就是异熟过的成熟 成熟为这种果 这是我们一定要了解的 三斗是分别堕入三恶趣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 按照烦恼的程度 以及动机的大小 分为上中下三瓶 一个是当时他的心态出不出众 还有他当时时间对动机的大小 他的烦恼的程度和动机的大小分为上中下三瓶 所谓上瓶恶业 指的是贪嗔痴 三种烦恼极其出众的 并且时间也长期积累 这样的岛天罪恶 就会造小地狱 这是贪嗔痴全部聚合的 这样的恶业 还有造中瓶恶业的人 会屠生到恶鬼当中去 积累下贫恶业的人 则转生为旁生当中 总而言之 众生造了什么样的业 一定会产生他的果 《大宝积经》里面也讲了 说是 众生造的善业也好 恶业也好 就像我们人在地上不行的时候 它的因子一直跟着一样的 你所造的业 也许暂时不一定马上能现前的 马上不一定能现前 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 一定会产生这种果报的 所以现在很多具有邪见的人 不懂这个道理 甚至有些人认为 这个人造了恶业 可是他有很多的福报 家里也是很顺利 他造恶业 为什么这个人那么幸福 那么快乐 其实这种说法 也是不合理的 比如说 他现在所享受的快乐的果 这是以前所造的善业的果报 就像我们现在一个人 一个人他天天不但没有种庄稼 甚至将自己的天地 全部都毁坏 可是这个人他以前上一年 或者再上一年 他积累的财富 家里面还是比较富裕的 他每天都是享用这个 但这样的话 他以前的财富今生享用 他正在这个时候 表面上看起来 这个人很富裕的 他一直有吃的 有穿的 可是他对未来的资粮 全部都毁坏了 他这个已经享用完了以后 以后再也不会有的 所以现在有些人 可能就像《亲友书》里面一样 所造的业 不可能用刀搁置你的身体 马上出血一样的 所有的业你今天做 今天马上成熟 极个别的一些业是有的 但是很多很多的业没有的 所以我们现在 对因和果的概念一定要明白 要通过各方面来学习 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 就像《涅槃经》里面讲的一样 不见后事 我不做 那这些人的确也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们的确也是对三世因果 要有一种很正确的见解 那这样当然是 最细微的一些因果报应 恐怕凡夫人不要说 甚至阿罗汉也是很困难的 但是今天所得到的人间的 快乐痛苦也好 或者地狱里面感受的痛苦 全是以前的善恶业的报应 这一点一定要明白 我记得在《大智度论》里面讲一个公案 有一次佛陀和舍利子尊者在出游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鸽子被饮酒开始追着 然后这个鸽子特别地害怕 他堕在佛陀的影子里面 佛陀的声音里面的时候 他有一种安全感 就是身体也不多数 不恐怖 没有这种惊慌的感觉 然后佛陀越过鸽子的身体的时候 这个舍利子的影子找到鸽子身上的时候 照样的 他就有恐惧感 那个时候舍利子问 说佛陀 为什么是 我也是阿罗汉 你是佛陀 我们这个善度烦恼都灭尽 这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可是这个鸽子得到你这种声音的加持的时候没有恐惧 而我没有这种能力 这是为什么 后来佛陀说 虽然你是阿罗汉 但是你所断的善度 跟我所断的烦恼 本体上是相同的 但习气上面有所差别 你因为阿罗汉没有断细微的习气 是这个原因 后来他又观察鸽子的前世是什么 结果他在八万劫当中 阿罗汉的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全是连续当鸽子的 不知道他以前 到底造了什么也看不出来 然后他又继续观察 他后世是什么样的 八万劫当中 他又连续当鸽子的 最后又不知道变成什么样的 后来问佛陀的时候 佛陀已经有无碍的智慧观察 他八万劫以前 其实曾经这个人 也是做过很多不如法的 杀到阴亡的恶业 以这个业 今生当中也是变成鸽子的 以后在很多劫以后 他也是得到人参 得人参以后 过了五百世以后 他遇到佛法 然后逐渐获得解脱 所以我们在特别细微的一些因果上面 的确不要说我们 甚至阿罗汉要 真正能知道他的异熟故事 怎么成熟的 或者说前因后果全部要一一描述 有一定的困难 更何况说现在世间人的有些人 噢 这是你前世的什么什么果报 没有教证的话 我们也不能这样随便胡说 随便不能胡说 尤其是因果的问题上面 大家都是一定要谨慎 阿罗汉如果说得不是很清楚的话 我们知道凡夫的智慧 凡夫的分别念 能推测到什么样的境界 应该自己也清楚 所以在这里面也讲了这样的因果 下面讲的是大家都应该清楚 刚才中而言之所谓的异熟果造的三度恶业 分别转生与三恶趣 这个应该清楚的 下面讲的第二个是等流果 等流果我们分为通行等流果和感受等流果分两个 第一个 所谓的等流果是 从异熟果所前因沦落的恶趣当中解脱出来 以后获得人生的时候所感受的一种果报 宝因叫做等流果 他的前提是先地狱里面 或者饿鬼旁生当中感受痛苦 然后来到了人间 来到人间的时候 所感受的不同的果报 当然在恶趣当中也许有很多等同于各自因因的各种痛苦 在恶趣当中 比如说你旁生也是个恶趣 旁生当中你前世的等流果 前世喜欢杀生的 前世喜欢吃草 不愿意损害其他众生 那即生当中也是有自己同等的果 也是可以这样的 其实等流果的话 我们藏文的意思就是说 等因跟因比较相同的 以前他造的因是什么样的因呢 产生这种果 他等流果有些像《阿比达摩》里面讲 所谓的果施于因 果叫等 这个果特别像它的因 然后什么叫做流呢 从因而生果 果成为流 等流 因为跟前面的因 完全跟果相似 果是随着因而产生 我刚才讲的 天的种子产生天的果实 苦的种子 特别苦酸或者苦的种子 会产生苦果 就像这样的 跟因完全是相似的 这样的一种因果关系 我们叫做等流果 所以等流果我们可以分为 同性等流果和感受等流果 分两种 首先在这里讲的是 同性等流果 其实这种因果关系确实是 不管是怎么样 你造了这个因以后 果必定会现前的 这一点没有任何怀疑 所以我们以前讲《百业经》的时候 也是众生所造的业 百劫不毁灭 因缘成熟 七果定成熟 也有这样的 后来好像我看过 一个龙猛菩萨记的 日常灯 在颂朝的时候 日常灯所翻译的一个 经全部集结在一起 叫做《覆盖真心所寄经》 那个里面 也跟刚才《百业经》的教证比较相同的 说是 舍经无量劫 彼亦不能坏 假设的是 舍经无量劫 彼亦不能坏 果报成熟时众生决定熟 其实跟前面的教证 应该是比较相同吧 假设是过了无量劫 他所造的业 绝对不会耗尽 一旦因缘成熟的时候 果报必定会感受 那感受的时候 前面是一束果来感受 然后开始等流果 这个等流果的感受 确实我们平时众生当中 如果相信因果的人用自己的智慧力 来好好地观察的时候 在我们众生界当中 因果关心很容易生起定解 前面讲的是第一个等流果 同性等流果是这样的 所谓的同性等流果就是说 这个今世与前世所造的业是相同的 今世和前世所造的 前世是你造什么样的业呢 今世在你的行为上会出现的 以前佛陀在《毗奈耶经》里面 讲的是牛猪尊者 牛猪尊者他有两个喉咙 还有他吃的时候 也是跟牦牛一样饭愁 也有这样的 还有以前有一个比丘 他走路的时候 经常都是蹦蹦飘飘的 其实他的前世是一个猴子 还有以前有一个 行为特别寂静的一位圣者比丘 这个圣者比丘当他得到圣者果位 或者是出了家以后 他每天都是用镜子来照 其实他以前是一个妓女的转世 所以他看到镜子的时候 实在是忍不住 每天都是照镜子 所以这些很多行为就没办法 在即生当中所谓的一种爱好 或者说是一种 我们平时也可以说是 前世的习气吧 如果前世以杀生为生 杀业为生的话 那么即生当中 他喜欢杀生的 在火头有一个叫做《大萨宰礼甘子所闻经》 以前我用过这个教证 其实这个经里面也讲了很多大乘 还有究竟异乘的一些道理 讲了很多 那个经里面说是 杀生无三宝 断命夺诸姬 这个我看 我们讲在下面也可以 这个教证用在下面也可以 这里说是 以前杀生 即生当中喜欢杀生 如果前世不预计为业而生活的话 那么现世当中喜欢偷盗 即生当中喜欢偷盗 所以有些人海提时代的时候 只要见到一些虫蝇等 便杀害他们 喜欢杀生的这些人 就是感受前世 偷渡森林的登陆佛 以前上海森林的狗说 从有年时期 人们由于各自前世 业力所感 就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每个人 像一家人可能一个孩子 他喜欢行持善法 一个人喜欢偷盗 一个人可能喜欢跳舞 各自的人 特长也是不相同的 爱好也是不相同的 有些人喜欢杀害众生 而有些人喜欢摸钩 有些人对此毫无心切 而热衷于行持善法 行善修佛 这都是前世作业救习的观星 或者等流过所知 以前我们藏地有丹比尼玛仁波切 丹比尼玛仁波切在八岁的时候讲《入行论》 我们利玛派的教法还有希望 将来一定会变成一个辉煌器 也是这样说过 在汉地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从小的时候 爱好都是不相同的 我听说以前的歌手邓丽君 当时在六十年代的时候 他还没有到九岁的时候 黄米调的金赛获得了冠军 而且当时听说台湾还没有 家家户户户的电视这些都是没有 没有的话 他一听到收音机里面的一些音乐声音的时候 不许耳动 稍微听了一下 然后所有的这些歌 自然而然全部通达 所以我想每个人的确也是习气 都完全是不相同的 但原来我去云南 当时云南特别佩服我 跳空雀鱼的杨丽萍 他也是听说从小的时候 看到蚂蚁的时候 他可以按蚂蚁的那种动作可以跳 然后看到空雀饼开饼的时候 也开始跳空雀鱼 还有蜻蜓垫水 各种自然界当中的森林 他们的很多行为 自然而然地可以变出来 听说现在他可能喜欢跳毒母 我觉得这样也是很好 一辈子都是 如果按一些动物的行为来一直跳 以后的果报也不知道变成什么 或者变成空雀 或者变成其他的 也很难说 所以像跳千手千眼 观音菩萨 或者像度母 我觉得这些烟饮圈的人 有善根的人 他们经常遇到一些 自己或者间接对众生的相续 种下善根的一些节目 他们都会结上这样的缘 有些善根没有 福报没有 而且业力比较深重的人 他所变出来的物也好 或者歌曲也好 这些字节或者间接损害很多的人 甚至有些可能他自己已经离开了 认识好久了 但是一听到这个歌的时候 人们的相续当中 不断地生猛火般的贪心 或者嗔恨心 愚痴等等 也有这样的 这也是一方面 可能每个人自己的因缘和发愿 不相同的 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 为什么有些人从小都是喜欢善法的 有些人从小都是不喜欢这些 我听到很多家长 他对自己孩子培养的时候 有些人是很苦恼的 为什么我的孩子一直干一个坏事 他很有兴趣的 眼睛都马上睁开了 让他读书 让他行持善法的时候 特别苦恼 特别不愿意 这也是跟他的前世 的确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这叫做同行等有过 我们每个人自己 虽然遇到一些上师 老师 一直这样的 有些人为什么特别自然而然地喜欢闻思修行 一听到善法的功德的时候 生起信心 一点困难都没有的 相续当中的邪见 嗔恨心都没有的 但有些人善法方面的这些功德 一说起来的时候 确实是特别的微妙 很小很小的 一说起来 我们那边有一个老乡 他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我在从小的时候 他经常说出家人的故事 不知道出家人对他害了什么 他每一次说出家人的故事的时候 一个小小的问题都是 他一直放大 而且嘴巴也特别会缩 然后很多人听得精精于为的 哦 这个人一说的 真的是 好像所有的出家人都是 行为特别不如法一样的 一讲起了出家人的功德 或者善法的功德的时候 他就没有翻译了 其实以前特别反对 现在不敢反对 但是他没有感觉 我故意在他面前说一些出家人的功德 出家人是如何如何好 一点都那种感觉都没有 所以我们有时候人的确跟前世做什么样的话 今世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这里佛经当中也讲了 过去生何处 当时尽此生 未来生何处 当时尽此生 佛经里面说 你过去转生什么样的 好人 坏人 或者地狱 饿鬼 旁生 是哪一个界当中呢 你的专业是什么 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看你今生 今天的身家 你今生当中对善法有信心 对恶业没有信心的话 那你以前是专门作善法的人 你的专业应该对善法有关系的 而如果你即生当中一提起来恶法的时候 心智勃勃 而讲善法的时候 好像兴趣所软 那这样说明你以前的专业还是搞恶业的 做不善业的人应该从你的言行举止当中 也可以看出来 你的钱是什么 我们不需要有神通的人面前去 哎 你可不可以给我打个拐 你看看我的钱是什么 不用到处都去问 不需要问 你看看你今生当中的这个 如果你今生当中特别快乐 什么善法都可以 那我以前肯定是修善法 造善业的人 如果我即生当中特别痛苦 还有很多邪见 那我以前的前世肯定是造恶业的人 我们后世从即生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你天天都是行持善法 天天做功德 你的来世越来越光明快乐的 而如果相反的话 也是会感受痛苦的 所以未来生于何处 你可以精神看你的行为 不仅是人 动物也是如此的 比如说妖鹰 蚕狭 这些从小的时候 他们都特别喜爱杀生的 像老鼠 有个别的动物 他们特别喜欢杀偷盗 而且这方面也有善差的 你看老鼠偷东西的时候 人在的时候 基本上是他不出来的 一旦看到人一出去的时候 他就开始出来 开始出来一听到脚步声的时候 又开始躲进去了 所以有些现在的一些贪官 他们连老鼠偷东西那样都不会 有些老鼠这方面很有善巧的 你看世间上很多有些肉食动物 他们杀生有肉食的善长技巧 所以不仅是在人当中 动物里面也有这些都是各自前世 造的恶业的同性等流过 这个应该跟前世的善业 或者恶业有差别的 有些因为前世的业 从小的时候都是表明出 比如说我们法王如意宝讲生的时候 就开始念文殊信咒 但文殊信咒前世说明是这样的 以前有一个叫做人的灵魂 一本书 这里面说是 以前在日本的一个军人 到了绵甸以后被飞机已经轰炸而死的 后来他就转生到也是那里的一个家庭当中 从小的时候他听到那个飞机的声音的时候特别害怕 从小的时候他也能说出来 前世的一些同样的语言 还有同样的行为都能做出来 所以你如果没有观察的话 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业力 但是你真正去观察的时候 两三个人他前世的因缘不同的原因 即生当中所表现的很多行为也是完全不相同的 所以我们依靠这些很多的道理来对因果应该生起信心 如果你生不起信心 你觉得这些方面有问题的话 那么你在有智慧的人面前可以直接提出来 你觉得这一个道理是不合理的 那不合理你应该据出充分的理由来进行驳斥 我想只不过是你自己可能不明白的地方是比较多的 你真正能用真理来驳斥别人的 坚持因果存在的真理不可能驳斗 就不可能驳斗下面就是讲的感受等流果 所以这些基本的通行等流果 感受等流果 这些道理应该要明白 这些是基本的一些道理也是特别重要的窍诀 如果你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面产生邪见 或者你没有明白的话 其实你得到的法是再高 再深 再妙的话 恐怕不一定是受益啊 现在很多人特别喜欢求一些高法 当然我也不反对求高法 可是你基础都不稳 你连一个因果正见都是没有 你还对做善业产生快乐的果报是有怀疑的 像这种人得什么样的窍诀 得什么样的殊胜教言的话 其实应该说在冰上建筑不可能是世间很长的 所以我们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是佛教的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特别需要的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的基础 因果正见和轮回生死观 还有宏观 微观的很多的 我们佛教基本的世界观还没有了解 既然你没有了解的话 佛教里面的一些最深的教言 恐怕是没办法接受 即使你已经得到的话 在你相续当中就像是 我们一般的淘气里面 狮子的乳脂不可能长流一样的 你的发气不合格 你里面倒的这种甘露再怎么样禁止呢 恐怕是不一定是有利的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希望各位佛友应该详细地去观察 下面讲的是感受当流果 十不善业当中每一种不善业都有两种感受当流果 下面怎么样的两种感受当流果呢 杀生的感受当流果也就是说前世造杀业 那么即生当中感受断命 多病 一个是感受断命 还有感受多种病 这是前世的感受当流果 所以我刚才所讲的《大杀在你甘子所闻经》里面 像杀生无三宝 断命堕住疾 疾是疾病的疾 来世生恶道 居受种种苦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喜欢杀生 那么他不但没有任何的功德 造的罪 感受的痛苦相当多 最主要杀生的话 一个是即生当中断命 命就不长 有些人从小的时候都要折了 有些虽然活了五六十岁 三四十岁 在那个时候谁也救不了而死了 有些虽然没有死 但是经常身体有病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不管是你什么样身份的人 天天如果生病的话 这是重新表明你以前肯定是杀害众生的 以此可以论推你如果没有好好忏悔 你以后一定会转生到善恶趣当中去的 有些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就会死去的 完全是前世所造的灯有果 而且这些人绝大多数的多生累劫当中 都是刚刚生下然后断气身亡的 很多都不仅仅是一次 你看刚才一个鸽子都是 它连续都是一直变成鸽子变成鸽子 还有我们有些前世杀害众生的话 那我无数的生生世世当中又刚生下来又死了 这个轮回确实是这么很可怕的一个特别大的网一样的 还有一些人从小到老一直遭受各种不同的疾病折磨 可以说有生之年当中几乎没有不病的时候 我们有些人都是你吃什么样的药 看什么样的医生都无济于是 一直从小都吃是这样的 一直一辈子都是天天受业天天生病 那这个肯定是前世所造的业 这种人你即使吃什么样的药就绝对 所以现在很多人一定要懂得 在自己身上的很多行为 要知道他的因缘在前世当中 这些也是往昔残杀殴岛森林的果业报 所以我们当生病的时候不要一直 一直名声哭响地摆出眼前这些疾病的医疗方法 即使你对医疗方法寻找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但是你一直认为这是眼前的一件事情 跟前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恐怕是不对的 有些病你怎么样看病的时候结果一点也不好的 而你去念经你自己去好好忏悔 那这个时候效果就更明显 为什么呢 有些是跟前世有关系 当然有个别的一些病的话 我们藏仪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今生当中你的四大波条或者各种 偶尔的因缘所聚合以后也会发生一些疾病 也有这种情况的 应当尽力放在法路忏悔往昔所造的恶业 下居心同改前非 欺恶从善等等恶业的对质上面 其实在这里来说你最重要的就是忏悔 如果忏悔得以清净的话很多疾病自然而然 就特别稀有的就好了 也有这种情况 下面讲的不欲趣的感受 这是杀生的感受等流过已经讲了 不欲趣的感受等流过 前世偷盗的就会感到今生当中 受用非常的贫乏 即便有一点点的财产 也是被一些强盗或者偷盗偷走的等等 被敌人会共同享用的 现在一贫如洗的有些人 与他自己的勤勤恳恳 兢兢一一劳作 下了如善王一般的功夫 可是还不如积累 威威 火星般的福德好 其实造福德的话其实真正的一种 福报是一种自己所造的 这种因果关系 我们一定要明白 《绝罪腹经》里面讲了 中福德福 中贫德贫 现世不布施 今世责贫穷 我们中的福德的福 中的贫德的贫 其实中贫最主要的因缘是聚聚于布施 所以我们如果即生当中一点都不布施 你要想发财 你要想所有的财富全部得到 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们以前经常听到中瓜德瓜 中毒德德 这个世间的俗语 世间的歌言 其实在佛经里面 非常相同的道理能找得到的 有一个叫做《毒条经》 都是《毒水天的毒》 《毒条经》不知道是谁译的 好像译者没有吧 其实这个跟《分别三额报应经》是不同的一本 在那个里面说是 中脉的脉 中刀的刀 刀是刀天的刀 作善得善 作恶得恶 其实前面的两句你中了这个麦子的话 得到的还是麦子 然后你中了这个刀子的话 最后也得到的是这个 前面的这两句其实《大波利盘经》里面 也是有同样的文字 所以我们佛教的观念当中要知道 中德德德 中瓜德瓜其实是作善得善 作恶得恶 这个观点一定要大家明白它的关系 所以我们以前上一些 马克思辩证维吾主义的一些课程的时候 有些老师以自己的一些分别念 播持过这种观点 善恶因果同类的产生是播持过 但是他们绝对找不到任何合理的依据 所以我们现在在世间当中一定要知道 天的种子会产生天的果报 而苦的种子会得到这样的 那么它的因果关系在我们今生当中造的业 也应该有这样的关系 比如说你下的毒药的话 那么毒药的种子当中能产生 妙药是不可能的 妙药的种子当中产生毒药也是不可能的 它的因果相续是相同的 当然有一些特殊的关系的时候 这一点我们佛教也是承认的 本来是你造的恶业 但是后来遇到其他的因缘 比如说我们遇到了忏悔 或者遇到了其他殊胜对境的时候 你的恶业不但不成熟 反而变成功德的 这是有个别的一些 植物的因果关系方面 你遇到了一些其他种子的因缘 可能会它的性质发生改变 但是这是个别的 也是有代表性不同的因缘 所以我们在因缘的关系上面 大家都是一定要有一种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见解都是 就是见不可破的有一种正见 这是很重要的 一般特别文重的人 特别常文的人 他自己有着一定的把握 他也不会 经常一个上师说 今天一个道友说 每天都是枪上鹿尾一样 随风飘荡 不会这样的 他到了一定的时候 自己的见解 自己都是可以利用 除此之外 不用随损别人 这是利根者的一种见解 所以说 我们在这里也是已经讲了 很多人你下了这么大的功夫 也是 其实你的福报一直是不现前 拼命地去想赚钱 结果一直不但是赚不到钱 甚至天天舍本 为什么 就是你自己前世没有造善业 实际上如果自己没有往昔布施的果报 发财之福的福分 就算即生当中非经九六二户之力 也是不会有什么效益 受益交过 看看大多数 明强明多的土匪 或者暗头暗道的窃子 每次所获得的藏物 那么如果他们经常信得这样 获得那么多的话 整个可能大地都是很难以融耀的 有些大老板 有些大的企业 他们一听说 啊 一天都是赚多少多少钱 一年当中赚多少亿 一听起来的时候 哇 这个人真的是如果在长期的这样赚钱 可能这个钱没办法融纳在这个世界 可是他真正最后到头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没有很多了 可是实际上那些光天华日 强度 以及真人不悲 暗度度日的人们 而却最终往往都是因为山穷水尖而落得恶死的下场 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 最后因为这些人造的前世的业也好 或者今生当中自己没有福报的原因 最后都是下场是这样的 那些商人或者享用心财的人 有些商人 有些享用心财的一些 现在的一些出家人也好 活佛也好 上师也好 每次都是得到的这些财物特别特别多 可是回馈社会对整个佛教事业没有做任何的共享 他自己离开人间的时候也恐怕没有什么的 所以很多人都是被灵俗鬼一样的 一点收获都是没有的 这种作为财富的确也是没有任何用的 其实这种人是最贫穷的 我记得以前《大宝集经》里面说是 若人多贪求 积财无焰咒 若是狂乱人 名为罪贫者 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贪心特别大 每天都是想积累财产的 没有一点的严重 一直贪得无焰的 那这种特别狂妄 特别疯狂般的人 实际上在世界上他是最贫穷的人 我们现在社会上看到有些老板 虽然他的家产特别特别多 可是他吃得也好 穿得也好 每次都是那么辛苦 那么劳累 而自己好像身无分文的乞丐 没有什么差别一样的 其实有时候乞丐他过的生活很快乐的 他在垃圾桶里面得到一点点 比如说得到一个玉米包 我看见一个乞丐 他把这个玉米 外面的口口就学了 学了以后就便吃了 便吃了以后 在河边去喝点水 一直这样躺着 很快乐地 他看着蓝天 白云 还周围也有一些 有些细细的小喝的轻微的声音 歌声 那这样他的生活特别有加持 非常快乐 也许他在睡觉的时候 可能安住于明空无耳的境界当中 我觉得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也有这样的 无论是摸取了何等丰富的财力 没有得到什么益处 这种现象随处可见的 每次都是赚钱 每次他的钱财 最后我觉得对社会也没有意义 对自己也没有什么用 人们都变成了钱财的奴隶 没有任何的意义 如果自身具备往昔不适的果报 那么不费摧毁之力 也会拥有一生用不完的财物 如果你实在向财富远远不断 滚滚而来 就必须勤奋努力上供下施 这是发财唯一的办法 即使有些人即生当中没有发财的话 来世应该会有很多的财富会滚滚而来 本来在这个业力之地难赞补足 前半生造的业大多数都是后半生也会成熟 倘若遇到一个特别殊胜的福田对境 那这样的话 那么转严之间也会得到好报的 以前好像在《贤愚经》里面 有一个特别贫穷的人他在山上砍财而为生的 后来遇到了好像他们家里一点点的饮食 但后来遇到了一个独獗 然后把自己的饮食供养给他了 然后他到山里面去砍财的时候遇到了一只山徒 这个山徒刚好死了 死了以后变成一个人的尸体 一直抱着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很害怕 后来他白天不敢回来 晚上回来 结果那个尸体是一个金子人 然后这个金子一直用着不尽 后来听说国王发现 国王发现以后 国王来看的时候还是一个尸体 国王都不敢接近但自己完全都是可以享用 还可以给国王提供很多的金钱 后来国王也是非常高兴把他作为自己的大成 这种现象我觉得如今在我们社会上也是特别多的 比如说一个人在一个企业当中发心 好像不知不觉都是马上发财了 以前很贫穷的人他可能遇到不同的对境 或者自己前世的一种殊胜因缘 或者即生当中有不同的一种发愿力 善愿力 就马上发财 这种现象如今在社会当中也是相当多的 所以说我们因果的观念 对修行人来讲应该是特别重要的 可是现在真正相信因果的人 也是比较少 这是我们佛教徒最大的一个毛病 每个人应该观察 如果你对因果的信任不是很坚定 我希望你最好先不要高盘 也不要求大法恶为主 应该先像《白玉经》 还有有关因果方面的公案 道理 还有一些像《英明》 《史料论》 这些当中关于因果方面有详细剖析的 在名言当中应该它是这么存在的 通过跟外道完全不相同的一些真理自己去掌握 这样一来我想每个人的相续当中有了因果证剑 有了因果证剑在这个基础上 你可以行持善法 就像一个农民他天地都没有那你怎么种庄稼呢 所有的这些庄稼都是依靠这个天而来的 那么同样的你基本因果观念的基础没有的话 其他的多少多少功德可能最后全部毁于一旦的 所以首先最关键的这些窍诀一定要求到 可以说 为了发财 挖空行持 使用欺骗手段来经商 或者移民行持 感谢 偷盗等勾当的人 心里所想到和身体所行持的往往都是相反的 最终的结果就是智慧在 素劫之中也是脱离不了恶归处的 很可怕的 如果你真的违背了这样的因果 你的下场就是这样的 今时今时也是同样 到头来或者以业力感召而变得越来越穷 越来越惨 或者拥有为乎其乎的财产也没有权利享用 自己有一点都是结果全都是别人用了 别人用了以前有一个人他好不容易买很好的一本书 另外一个人想一切办法就抢了 抢了以后过了十七年以后那个人还在唠叨 还在说 但是也没办法当时跟道友的福报还是有关系的 或者说只有自己临死的原因而导致自己越是富裕 就越发觉到越贫困寒酸一无所有 或者他的财产反而成了恶业之因等等 有些没有福报的人他虽然有一些财产 但是这个财产可能是造杀生的 造恶业的因 造恶业的因有些人虽然拥有财产 但却没有派上用场 简直就像成了恶鬼属虎宝藏一样 因此对外 外表上看起来似乎财力实入的那些富翁 如果好好地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 那么他们的财产如果没有能用在作为今世 或者来世幸福之因的正法上 或者逢一注释的生活问题上 那么他们比穷人还可怜 穷人他没有收获的压力 没有积累的压力 因为他本身都是没有财产 没有财产他每天都是过着很安闲 很轻松的一种生活 可是这些富人每天都是为了财富 付出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 可是最后上供下侍的作福德也没有的 然后连自己吃的穿的 足够的也是好像舍不得了 那这样的话这个财产到底是对谁用 到底有什么价值和用处呢 没有的 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感受了恶鬼的动力 还没有堕入地狱的时候 现在都是跟恶鬼没有什么差别的 恶鬼里面专门有一个守护宝藏的恶鬼 《入宗论》当中都讲了他没有权利享用 但是他天天都是看着 就像我们现在有些大企业和大喇叭 属下的一些财务官员一样的 天天都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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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是多少多少钱就像银行里面有些商贩 我原来遇到过一个银行里面 我说你收你钱特别多我天天收而已 其实我自己用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没有 我就是乘了钱的努力天天都是在收的时候 有些都是他那个技巧就很好的 可是你自己用多少没有啊 天天都是生贪心 生贪心 生贪心 这完全是不清净布施的报应 其实不清净的布施有三十三种不清净 方便的时候你们也看看经典里面 《阿含经》还有其他的一些经典里面都有 这个不清净的布施 比如说给别人布施酒 肉 还有盐等等 这些布施给别人 给给别人的话 将来我们就变成了这样的守护宝藏的饿鬼一样 每天都是钱看是看得到 自己手里也许是有的 但是自己没有权利用的也很可怜的 自己特别贫穷 但是没办法使用一使用的话 可能到时候你的生命都是危险 我们即生当中我觉得还是执著少欲很重要的 在执著少欲的前提上对前世的因果要值得重视 如果有自己福报的话可能也经常自然而然地得到一些财富 你就可以享用如果实在前世都没有福报的话 你今生当中再怎么样努力不一定得到 在那种情况下你也不要特别地去痛苦 凡是基本上按你的生活标准去过生活就可以了 你特别贫穷的话你不要要求太高了 太高了的话心里很痛苦的 所以现在这个世间生包括藏地的有些人也是这样的 心里的贪欲特别特别强烈 这个需要那个需要要的东西太多了 可是你的福报跟你的经济根本跟不上你的欲望 这样带来很多的痛苦 可能贪污开始通过各种手段来骗钱 你的行为会发现出现种种不如法的行为 所以关键是我们内心的挑战这是很重要的 内心都挑战好了的话你在短暂的人生当中 应该什么事情都是想得开的 可是我们有些人好像想象力很丰富的 什么样的根本不实现的一些东西都是 天天都在忽视乱想 我想有些人可能是前世的业力吧 根本外境上不存在的东西都是 你自己在脑海里面一直打算盘 甚至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 有些人特别复杂的复杂分别念的人 这个人对我不好这个人是我的坏人 他们可以在背后害我这个人应该如何如何 他自己就一种造魔一样的经常想 根本没有这回事你就开始想 那么这种人也会可以想出来 根本你得不到的这些财产的话 我今天应该听说33天有一个如意说 我这个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要得到 美国可能有很多的财富 我自己四人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我发财 发财过后要到美国去 然后居住在那里买一架飞机 然后我自己四人 哎呀 那个时候我的尸击 那这个加油是怎么样呢 那我一定要上网通过这个 到时候我买飞机的时候怎么样加油 这个首先一定要准备好 如果准备不好的话我到那边可能到时候来不及 他开始上网一直想办法 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我看到有些人特别可笑 很多根本不现实不要说你这一辈子 多少事都是根本不实现的东西呢 你在脑海里面一直是在盘算 一直是打如意算盘 我觉得现在的很多人有时候看起来也是比较愚痴的 所以每一个人凭自己的身份和以自己的智力 财力 福报 好然后过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活 这样就像阿尹斯坦叔说的那样 对你的身心都是有利的过一个简单的生活 不要太奢望了不要要求太高了 这样跟自己的前世 比如说你今天身体好的话你就开心 身体不好的话有没有必要特别的伤心 这跟你的前世有关系的 你今天有钱财的话你就高兴 没有钱财的话这也是你跟前世肯定有关系的 所以自己应该了解自己的身份 这一定很重要好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